今天台灣最熱的一個話題 就是台北股市 大漲三百多點 台積電快漲 台積電一度漲停 對一度漲停 不過這個是 我譬如說這整個週末金融市場 就已經是討論這個話題已經是熱翻了 上個禮拜其實你從台北股市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很不好 台積電雖然上漲 上漲了百分之一點多 但是台股市下跌了109點 所以理論上來講 那就代表著說 有很多人出貨一大堆的股票 是的 可是到了週末的時候 我必須說是 英特爾送給台積電一個大禮物 這台積電自己沒有告訴大家的利多 是有英特爾告訴大家台積電的利多 因為英特爾呢 他很坦白的數百期說 我們最新的半導體的製程 要在延後12個月 延後整整一年 那真是一件嚴重的事情 也就是說 他要在落後台積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因為台積電已經進入7奈米 是的 那到現在呢 三重也進不去 然後他說要直接挑戰5奈米 可是一再延後 一再延後 一再延後 然後英特爾這邊呢 也本來想要直接挑戰6奈米 然後呢現在也是 一再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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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最新製程 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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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種晶片上面呢 台積電現在就是獨步全球 而且英特爾現在 因為他遲遲沒有辦法進入最新進程 所以他的晶片組 已經出現了競爭力的問題 他最重要的是晶片組 他不是要做代工的 他三塊都有 他也有製造 他有IC設計 然後呢 他也有晶圓代工 他都有 但是呢 他的晶圓代工 進不了最新製程 拖累了他的IC設計當中的晶片組 沒有競爭力 所以他現在被迫 我就必須要把我晶片組的這個 訂單 我必須要外包 哎 你是最新製程 你沒有辦法做 所以你要外包 那你只能外包給誰 那你就只能外包給台積電了 因為除了台積電 現在全世界也沒人會做 所以台積電在上個禮拜五 在美國上市的那一個存托平正 就大漲了將近百分之十 台積電不久之前 當有外資說台積電的喊價到五百塊 大家當當笑話 沒有 我就不覺得 有個今天已經四百二十四了 你看到去年的時候呢 他他除完全息之後是兩百一十幾塊而已 就是那個時候呢 在就也不是去年 就今年今年初當整個的整個的就是新冠疫情殺下來的時候 大概兩百二十幾現在已經是double了 漲一倍多了 好當這件事事情 我覺得我台灣啊 尤其在半導體業你們聽到intel 可能會有很多很異樣的情愫 固然intel的intel的cpu 曾經是許多電腦的 尤其是手持裝置的標準配備 上面會貼一個sticker intel inside 就是告訴你說這個是有品質保證的 是我intel的cpu 可是intel當年呢 是用同樣的 用用這種的國家的司法保護的方式 把威盛給殺了 是 威盛台灣的威盛 威盛會垮 都是因為intel的法律上戰 法律戰 台灣的台灣的威盛曾經有機會在 他不是晶圓代工 他是在晶片設計上面來講 是全球第一 對啊 那時候就很有名的啊 小蝦米打敗了大晶圓 沒有錯 他可以 他幾乎可以得到呢 就是新的晶片設計的 全球市佔的百分之五十 威盛是那個時候成為古王的 好吧 當威盛同樣是用司法 用用許多的專利的地雷 把威盛殺了 之後呢 同樣的 Apple呢 又用同樣的這種的 就是說呢 司法保護呢 跟政府的國家權利 就是呢 這種呢 這種交互用的方式呢 同樣的把HTC殺了 HTC是真正的地球上面 開發出來的第一支的智慧手機 最早的 對 真正的Smartphone 也是台灣的科技研發 台灣真了不起 好 那台積電的故事是另外的一套故事 今天Intel在這件事情認齋 他在告訴你就說 所有有關於就是說呢 晶片設計的那種的幾奈米 幾奈米的那種的進程的極限運動 我稱為 我稱為半導體的極限運動 已經到了最極限很難突破的地步 就物理極限 但但我跟你講 其實在進入這一個 14奈米的時候 就已經在講物理極限了 可是現在都已經要走到1奈米了 對 就是當他的極限運動呢 一直在往前跨越的時候 然後因為他已經變成是個障礙嘛 就像運動場上面的障礙 有的人的這個成績太好 好到你認為未來幾十年可能很難有人超過 那台積電在這方面來講 仍然領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讓Intel這種的龐然大物 在這種的尖端的製造代工技術上面認齋 我沒有辦法做 我做的不會比台積電好 我的量量率很差 而且成本很 你說一年怎麼樣 拜託這種半導體半年的周期而已 對 一年的話就是差兩兩代以上 就是我承認 我比台積電差兩代以上 這個對台積電來講 當然是無上的 honor 第三個我要我要提醒 就大陸所有的企業 台積電在這件事情上面告訴你 美國的企業不是打不倒的 不是打不倒的 今天中國大陸很多的尖端的尖端的企業 尤其在像半導體的領域裡面 到現在為止 真的是搞搞不出自己的樣子 真的該好好的檢討一下 台積電是怎麼辦到的 你你如果想到台積電是靠誰 養的時候不是 台積電今天告訴你 Intel都要低頭 連Samsung都辦不到的時候 他可以屹立不搖 今天的即將要跨入到 今天過完了 他大概就全球十大了 成為全球十大之一 他是怎麼辦到的 為什麼美國當今天要殺華為的時候 他必須要先來把台積電的脖子掐著 就是告訴你台積電很重要 今天再次告訴你 所有的華人企業大陸企業裡面 不要不要不要這麼的容易認輸 台積電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大陸企業只要認真 你一定辦得到的 但華為本來就已經做到全世界第一了 是啊 可是他就要殺死他 就要殺他 所有的第一他都會殺的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覺得台積電現在 因為他大獲全勝 各位真的 因為他大獲全勝 我反而擔心他 會不會惹來殺死 沒錯 當這個就是市場上面的風險解讀 就是今天當他如日中天的時候 他會不會盛極而摔 就是如果說只是因為我自買 而盛極而摔 我覺得那是你咎由自取 但我不覺得台積電是無資 我現在擔心的是 你要知道未來世界就是一個半導體世界 就是如果你覺得這個5G的這一些電信設備 可能會有國安問題的話 你覺得晶片有沒有國安問題 沒有人會覺得晶片沒有國安問題 當然有啊 那可是現在對美國來說 最先進的晶片已經不掌控在我美國手上 因為英特爾落敗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依靠英特爾 那我能真的相信一個台灣的公司台積電嗎 嗯 他他可以選擇相信 但他如果選擇不相信的時候 他會怎麼辦 英特爾你可以你可以說是美國的 美國除了武力以外的國力的象徵之一 甚至非常核心的部分 那英特爾在這件事情上面認辦 那基本上告訴你就說我最少擦台積電 擦兩代這件事情是一件大事情 他不是單純的產業界競爭 他是一個全球的我國際大事 那他在他在告訴你就是說 在在產業的競爭競爭在上面 你只要很努力有想法 而且這件事事情 你回頭去看今天大家在熱議的就是 張中某已經預料到了 嗯 張中某已經預料到 已經知道說美國跟中國大陸的科技戰會波及台積電 是而且而且他認為台積電是不可替代的 他認為台積電在技術台積電的厲害的地方 他在於在那個製程跟技術的模糊地帶 他為什麼能夠維持很強的競爭力 就是在過去要發展代工 曾經很多人反對呀 就覺得覺得你代代工的可替代性很高吧 你代工能怎麼樣人家丟給你做而已啊 跟所有代工不一樣 可是代工的厲害就是帶到不可替代 台積電就做到了這這一點 你今天即使英特爾過去都覺得很多間的 英特爾為什麼要自己做 因為他涉及到很多的機密的部分 他他不想要外流 不不想要外包 所以現在台積電 你覺得美國會出手嗎 美國當然會抓得更緊嗎 什麼時候出手出手出手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其實很難預料 我覺得童子賢你熟了嗎 這也是科技界的重要的負責人 他說現在是合作的老闆 其實他也是瓶蓋股當中很重要 然後現在其實也承受了極大的壓力 因為蘋果公司要扶持其他的供應鏈 扶持力訊作為他的供應鏈 其實合作的壓力非常的大 他就說台灣是個偏食的小孩 因為我們只有科技業獨強 甚至我們在科技業當中 現在只剩下半導體獨強 那萬一出現什麼風向轉變 不是我們的競爭力的問題 請注意喔 不是競爭力的問題 是萬一風向不力的時候 衝擊也將無比巨大 就這個問題或這個觀點 我覺得我們大概都已經談了20年以上了 就是你真的出頭了之後就會被打擊 對第一個就是說 沒有錯台灣只有半導體跟半導體的相關的產業 你可以想台灣如果把台積電拿掉了之後 台灣基本上就沒有就沒有什麼優勢產業了 那所有的產業現在最強勢的產業就是依循的半導體 然後跟他周圍的共生的這樣子一個產業生態 那也沒有錯啦 剛剛鳳欽講的很重要就是說 那光靠半導體可以嗎 可以因為半導體加未來的世界就是半導體的世界 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在晶片 你看不到的那個晶片的細節當中去決勝的 你看得到的競賽都是半導體競賽 對 不管是從外貴型的 然後呢從這個探測器的 然後一直到你生活周遭的每一個3C產品 對他都是都都是在在這個晶片上面 那甚至於包括了交通儀器的控制 沒有沒有沒有錯啊沒有錯啊 物聯網時代 每一樣的東西裡面的關鍵都是那個晶片的quality 但是因為晶片我們看不到 我們看不懂 其實專業的人士你給他一個晶片 他也沒有辦法去去解讀那個裡面到底是什麼的東西 所以晶片裡面能夠藏的東西非常非常多 那大家都會有不安全感 作為一個大國 我如果沒有掌握自己的晶片技術的時候 我會超沒有安全感我都等於呢 我等於讓人家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一樣 那今天台積電的重要性已經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台積電今天的漲停對他來講不見得是個好消息 我的意思就是說 接下去要染指台積電的力量會超乎想像的大 要去挑戰台積電想要的取台積電而代之 或者不能夠讓台積電這樣子一個語取語求的那種的商業界的聲音 也會無比的巨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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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